我买了一个折叠的婴儿用的浴缸 准备给狗狗洗澡 那原因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根本就没有宠物店 所以我必须得自己给他洗澡 以前我们住在比较大一点的城市的时候 他洗澡的时候 我都要在旁边给这个美容师打下手 因为他性格太刚烈了 就比较难控制 那我自己以前在家里面也给他洗过几次 都是在植在淋浴的下面 就是在他玩得特别脏的时候 那现在在这边没办法 正好看到网上有这种折叠的婴儿用的浴缸 就买了一个特大号的 那我买了那个Insta360的摄像头 但是那个SD卡还没有寄到 所以呢没有办法拍洗澡的过程 那我现在在放水 就用手机拍了一下 等水放满之后的话呢 我就给他洗一下澡 因为他身上现在如果摸他的话呢 摸他的话能搓出这个泥垢出来 那希望一会儿洗的过程会顺利 我一定会儿不想让他在这边 我都拿着火了 那我可以儿子 我都拿着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